把那个等于先打一下 上面这个日期 减掉今天日期 今天日期什么 就today 所以你打个today 小瓜五给他一下 Enter 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它回来的话会是一个日期格式 怎么办呢? 按右键 出这个格式 把它改为通用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剩下788天 OK 所以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一减完 所以离那个东京奥运 大概会有700多天 这个应该 再来请各位切到dative 刚刚有用过 dative里面 我们刚刚有用到y 不过还有算什么 算月 算天 另外还有算什么 算ym yd md 哇 这么多 不过大概知道一下 主要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你把它卷到下面 请问这个人 吴丹雅这个人 他出生 是1972年的8月5号 我想要知道一下 他到今天为止 他活了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 OK 但不是叫你用计算计算 是要用什么 dative帮我算完 可是问题来 dative要怎么帮我算完 这个问题 答案就在上面 他的税 就是y 我刚刚讲 他一定会算到月跟日 有没有满 没有满的他会剩下来 剩下来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ym 再去接什么 剩下来的月 再用md呢 去接剩下来的日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一题很简单 你就是y ym md 就可以把我们要的答案做出来 不过这一题可能会比较麻烦 就是他公司会很冗长 因为我要串 串出来结果就要长这样子 几岁 下面这边 几个月 又几天 的格式 要完整的叙述 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的东西就在上面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练习一下 怎么做呢 插入函数不行 所以直接等于dative dif 前括弧 那我讲过前面的日期 前面日期是期日期 后面日期漏点 结束日期 按错了 应该是 这边A3 B3 斗点 比什么呢 比相差几年 OK 相差几年打个勾 他就算出来了 26年 当然如果说你把 2006 因为他是满的 如果把它改成8月好了 8月12还没满 Enter 他又扣掉一年了 那基本上算日期 比较麻烦 就算年 因为年有润年 跟不是润年的问题 月的话其实也蛮常遇到的 所以向下填满好了 把这个改成M好了 改错了 应该是下面这个 你就向下填满之后 改一个M 相差几个月 313个月 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边 8月15 10月12 如果你把10月 改成15的话 Enter 会怎么样呢 又多一个月了 OK 所以也就是DATIF 他会自己帮你去算 有没有满一年 或满一个月 因为满一个月 比较麻烦是因为 月28 29 30 31 会有四种日期 所以比较麻烦 那D的话 是相差几天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日的部分 M把它改成D Enter一下 9554 不过呢 其实D 我觉得用到 比较没那么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更简单 等于什么 后面日期 减掉 前面的日期 打个勾 结果一模一样 有没有 因为其实我讲过了 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只是用格式 让你看到 以为它是有年月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那剩下来就是YM YM是说呢 如果你算完年之后 剩下来 找的钱 找多少 找几个月 所以你可以 再往下填满的话 那就是 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用YM 剩下来 剩几个月 剩一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 1980 20 剩下来的话 其实就看月的部分 10月12 跟那个8月15比 相差一个月 为什么 因为 那个10月12还没满一个月 所以如果说你把那个 10月改成15的话 Enter会怎么样 又满一个月 两个月 OK 前面年算完 剩下就是 剩一个月 剩两个月 OK 那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 YD 用的比较少 YD是 年算完之后 剩下几天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改成YD MD 试一下 58天 那MD的话是说呢 如果把年跟月算完之后 还剩下几天 OK 剩下27天 所以其实 8月15到10月12 特别说 主要是看什么 年跟月都不要管 15号 到12号 那如果前面的日期 比较大 他就算前一个月的15号 到下一个月的12号 相差几天呢 就27天 而且 特别说 Dedif 还会自己帮你算是28天 还是29天 还是30 31天 所以有些东西是避开啦 但你也可以自己算 不过 相当的麻烦 尤其是年跟月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Dedif像这个地方呢 假如我希望 在这边帮我算出 精确日期 到 睡 月 天 该怎么做 串起来 对 而且要串 串完就要看到 就像下面这个叙述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不过你不是里面放N 里面要放真正的 所以其实就把上面的Dedif Y放过来 上面的Dedif YM放在这边 MD放在这边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只是说怎么做比较简单 试一下好了 再来就是说 VBA 最好有按钮按下去 一样可以显示 不过这个一步一步来 请各位想想看 可以的话先做 不行 待会我会讲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OK 试一下 好 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一样用Dedif 但是先 先做 第一个N 第一个N是年 所以打一个Dedif Dif 前瓜糊 前面日期 就是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后面日期指的是today 所以打个today 跟今天比一下 小瓜糊 today 小瓜糊一定要加 之前的同学 忘了加小瓜糊 一定不会正确 先比年 所以打个Y OK 那再来的话呢 先打个go好了 诶 他45岁 但是几个月有几天 这个有点 其实就把它串在后面 怎么串呢 1 底下这边会有一个 字串 你就选到税 带到天 这个字串C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刚刚公式的后面 请你先输入一个end 串接 字串一定是双一号 贴上 后双一号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串一个什么 他几岁又几天 打个go 看一下 诶 有 45岁 n个月又n天出现 那问题 要解决n跟n的问题 怎么做 很简单啊 对负字贴 但是你不要贴错就好了 最怕是不知道贴 贴哪里 乱贴 差一个地方就不对了 所以 接下来呢 就把刚刚的公式 dedif 到刮弧 Ctrl C 复制一下哦 贴的时候记得哦 一定要先把这个n 怎么样 先选取 然后先做什么 两个双一号 分开来 这个时候呢 它本来是一个字串 分开两个字串 这个前面这个 双一号是跟前面 这个碎 是串在一起的 头跟尾 后面这个是跟后面这个 那如果我要把公式放中间的话呢 记得哦 endend 移到中间 再贴上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改成ym 打个勾看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了 打勾 10个月 45岁 10个月 ok 应该8月到现在 对 10个月了 ok 然后呢 几天一样哦 n 选取 其实有个公式 双一号 两次移到中间 end 两次 再移到中间 再把公式贴上 太长了 最右边有个箭头 按一下 可以让它缩放 然后可以把什么 把贴上的这个y 改成md 算剩下来的天 帮我算完 打个勾看一下 诶 又零天 诶对 今天是6月5号 5号刚好零天 所以它出生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 把这个日期 改成你的生日看看 你今天出生 到今天为止 几天 就会有答案了 ok 那其他下面 就直接把向下填满 答案就完成了 ok 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 这样以后 如果你要算一个 人事资料的话 每个人出生到现在为止 那你也可以算什么 年支 有没有 这个人到今天为止 到公司 已经几天了 就是几年 几个月有几天 有没有 用这一套 马上一下子就知道 它到目前为止 来了多久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如果懂得应用 就还蛮方便 那后面当然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VBA VBA 可以再把它 VBA 多一个栏位 那如果我希望呢 一样可以帮我把 这个结果输出的话 可是会有个问题 DATIVE 这个函数太好用了 但VBA 里面有类似的函数 但是没有这么好用 ok 所以 没有那么好用怎么办 我们可以直接拿 我前面讲过了 我们应该 两边都可以用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就直接干脆 我就直接拿 它的 这个公式 直接帮我放在VBA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后面 需要做的是什么 直接干脆把 这个公式 丢到这个 但是我丢的时候 是好个回圈 自动帮我丢进去 就好了 这个怎么做 我想你们先试着 把刚刚的公式做完 那后面会教各位 所以就说 如果你只是纯粹单纯 把你做好的公式 丢到储存哥就好了 因为你也不要想说 你还要再想用 VBA里面的什么函数 完成这件事 你就很简单丢公式 那其实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就很简单的 以后以前你写的东西 马上要升级成VBA 就很简单了 但是怎么做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大概就先讲到DATIVE 下一次的话 我们就把 如何把DATIVE的公式 丢到储存格的步骤 再做说明 回去有时间可以列 其他还有像 E-Day V-Day YMD 这后面有几个 列习 回去可以做做看 另外再思考一下 如何可以快速的 向右 向下 一年的年力全部做完 但年力做完之后 还缺什么 缺那个填 填资料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教各位 一个按键按下去 自动帮我插入空白列 因为空白列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 不过有31天 你就帮他插入31列 太麻烦了 你把一键按下去 自动插入空白列 可以 一键按下去 自动删除空白列 可以 你要就留 不要就删掉 OK 那今天的话我想 就先讲到 日期时间函数 下个礼拜 我们会把这一题也去讲完 再来就是第四个单元 就往前再推进 数学相关函数 数学相关函数 其实里面有更多有趣的 像统计类 我会把它放在这一类 像有一些什么 算几率的吧 而且这边可能可以延伸一题 就是从网路上抓资料 像这种乐透彩的资料 都是从网路上抓的 那以前你用一个一个慢慢抓 假如是网路上100页 你怎么办 复制贴 复制贴 那如果你会回圈的话 你就是跑一个回圈 全部资料都到底sale 这样很方便 像网路爬通 现在很方便 自动帮你爬网路上所有资料 而且自动帮你分析结果 自动产生图表 自动mail给会员 而且你可以同时盯几千个网页上面的讯息 这些是已经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但如果你不会 你就要用人工去盯着看 怎么可能 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还蛮方便 而且你只要有电脑开着 他就一直盯 有讯息改变了 马上就可以通报我一下 不是很好吗 你等于有说物工72便 随时都 虽然你一个 但是程式都会自动帮你去 等于是你可以把你很多助理 你不用请助理 你就程式写出来 就请一个助理了 OK 但是后面东西很复杂 我们不可能一下讲那么复杂 所以我还是先从简单到复杂 OK